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82集 今天给大家做这款是镜像的声波 我本来镜像的玩具呢 因为它的包装盒不容易收藏的关系 有一度已经想要脱坑了 那这一次的话呢 这个声波的话呢 却让我眼前为之一亮 先前的话呢 其实前一阵子还是有偶尔收几个了 那这一次的话 因为它这个白色的配色 然后水蓝色的胸口透明件 感觉非常非常的新鲜 第二个原因 它居然是可以变形成这个收入音机 它这个模具呢 在围城的时候出现 但它变成一艘军舰 网飞的那个配色版本里头 才能够变成这个Wokerman 那这一次的模具呢 是使用了网飞的那个Wokerman的模具 那至于那款网飞版的声波 现在有多贵 各位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非常非常的天价 那我顺便再提一下好了 镜像的玩具呢 这应该是第三波了 它的最早一波的时候的玩具呢 它的包装盒 是比较有点亮面的 但是呢 到了第二波吧 还是第三波 就变成有一点点雾面 感觉质感有所提升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形态 首先Wokerman的话呢 它附带了两个磁带部队 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械狗 另外一个呢 这是激光鸟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了 稍微有点迟钝了 没有立刻跳出来 激光鸟 红蓝配色 但是呢 我觉得比较可惜啊 这个机械狗的配色跟这个声波 太过接近了 我反正觉得 不要这么接近 可能有点意思啊 要不然你就三个都统一 是蓝白配色 你就激光鸟 配色反正显得跟人家不太一样 这个 OK 刚刚没有放好而已 弹出来 那里头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然后这个狂派的标志 镜像是吃为什么它还是狂派 是吃这样子吗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然后这里 Play啊 快转啊什么的 对 不快转的都是真男人 但它的背后的话呢 就比较潦草了 就是几个武器 收拿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提供是一个支架 让这个玩具呢 不容易在后面倒下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两个 小伙伴的一个变形过程 激光鸟的话呢 就是往两侧摆开来啊 然后这个鸟头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扣出来 到这 这个鸟的形状已经差不多出现 然后后面这个部件推上来 到这里 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小翻折 它这里的话呢 是没有锚钉 有时候是会不小心喷溅的 然后两条腿 翻出来 这个我们的这个激光鸟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它的红色其实很好看 非常的鲜艳 尤其是在这个套度里头 对不对 在蓝白配色当中出现这个红色的家伙 显得非常非常的鲜艳 那么机械狗也是有点意思 它的变形的话呢 我们先把腿都先给翻出去 腿都先给翻出去 这个地方 建议来是先翻腿吧 好 然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地方 它的后半部是往后面翻出去 然后呢 这个脚的话 往 我记得是往下方 对 往下方折下来 翻出去之后 往下方折下来 不对 要再转一个角度 哎 等一下 我想一想 这机械狗怎么回事 哎呀 毕竟我是人类嘛 对狗的身体结构不是那么了解啊 我记得 我只记得一个东西最重要 就是这个 这个枪一定要把它转到正前方啊 我懂了 转这个方向了啊 把它给转到前方 我去我把它 我把玩具弄坏了啊 好了 玩具是可以修复的啊 那人的心情就不用那么容易修复了啊 所以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心情要自己保持愉快 要趁着把玩具 变失败的时候 跟各位聊一些心灵鸡汤 对不对 好 12月了啊 今年只剩下最后两个多礼拜了啊 哎 这一个 机械狗 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 它的 狗头 其实真的还蛮不像狗的 好 拿起来 那我要提一下 我这一款的话呢 它有一个小毛病 打开 打开 它的这个地方 先把它推开来 两侧推出 这里 打开 这里一样 掰开 好 放下来 那我跟各位说一下 这一款的 我这个毛病在哪 这个腿的话呢 其实转到这里了啊 因为它到时候是要摇转180度 它的这一块部件 拉起来一下之后啊 把这里推出去的时候 扣得 非常的紧 简单的说呢 这个凸 扣进这个洞的时候呢 它再放下来 其实它的 有一点公差不太准的样子啊 所以必须要稍微的去扭一下这个地方 才能够把这个凸给扣进那个洞里头 好 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它是有这个情况的 这个地方反折下去 就放下来就行了 这一侧的话 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侧的一个误差 比较小 这个脚 翻出去 这里 折进来 到这边 两条腿到这 那我们再把后面这个地方给解开 这个地方 两侧给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呢 再松开上方这里 然后呢 往前面扣下去 这边 松开这里 然后这里扣进去 好 到这里 然后呢 可以先做个遥转180度啊 这个 在 屁股的后面 上面写个play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拳头转出来 其实不是转出来 是翻出来了啊 然后各位 刚刚有没有留意到 这个地方 它就这样 跟这样子 这样子 跟这样子 它没有中间的啊 它没有中间的啊 所以它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虚位吗 是吧 那我们把这个头给翻出来 好 然后这个地方扣回去 完成了这一款 静向声波的 变形过程 剩下的这些 装备 这是肩炮 放上去 那另外的话呢 有一把是可以 有枪伸出来的 这个就拿在手上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 那么呢 另外的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当成是 短枪 你也可以把它 变形成是一个 长枪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 那我的感觉是 变成短枪就好了 这个 你可以把它背在 后面 到这边就行了 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好看 那各位有留意到 它的拳头 这个是一根指头伸出来 那另外一侧是一个拳头 那我 它这个应该是要 致敬到它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 自己按这个按钮的一个动作 但是 很难 很难去碰到了 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是我的极限 我顶多碰到这么多 就按下去之后 会弹开来 包括它身上很多的 关节都是偏紧 但不是说紧到爆了 那因为它是来自于 围城的模具 围城当时的 玩具标榜了 它有很多 这不是有一些 DELUF等级是拆开来 然后可以组成大武器 或者是装甲 给其他的 同系列的玩具 去做一个组合 所以它身上的关节 都会做得比较紧实一点 能够承受更多的重量 它的 最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头 这个绿色的 你不觉得它很像 一条头巾吗 我都觉得你是 什么运动员的一个头巾 那上方的话 是绿色的透明巾 所以它是有一个 绿色的眼部的一个透光 有了 只是说没有说很明显而已 那这个肩炮的话 可以稍微左右转一下 手臂360度的转动 平举的话呢 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就是有一个 过渡很快 然后 二头巾可以转动 手肘90度 圈头不能转 比较可惜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方 有一块零件在这 它就可以翻出来的 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手炮 手炮 但是绝对是不能不累的手炮 这个是因为它 这个模具应该是 当时是 它变成军舰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块零件 那在这个模具下的话 是没有 没有把它给去除掉 所以留下来了 裙甲 这个两片是可以单独动的 那它这个蓝色 其实我觉得很漂亮 这个白色跟蓝色的组合 真的是蛮优美的 脚踝又接地 甚至这个水蓝色的话呢 就某些光泽下 还是相当有金属质感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声波的模具 那因为特殊的配色的关系呢 又打动到我 符合我喜欢的室美观 那就一起跟其他一起玩具 其他玩具一块带回家了 那就利用这一集 一个即将来到的周末夜晚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